台南登革熱 染疫確診人數突破2000 防疫人員挨家挨戶噴藥 連國軍也加入幫忙防治 但是現在卻傳出 有民宅因此受損 牆壁被燻黑 白色牆面大約有半個人高的黑字 在插座附近顏色最深 而且一旁的架子紙箱狀況更嚴重 後紙片明顯燒焦掉了一大塊 就樓上跑下來說那個槍組射著 就有人員要來上去修 噴藥噴到要滅火器 在屋外等待的屋主是確實嚇到 原來台南登革熱8月24號 單日新增了124例 整體已經累計2085例 啟動的化學防治累計 已經有306場次 36000多戶來噴藥 噴黑的牆面衛生局檢視 依照過去經驗 噴槍使用多次都會塞住 防疫人員就會借空曠的場地來清理 疑似是噴藥的範圍 逛噴管過熱才會燻黑牆壁 我們目前在進行大區塊的一個噴藥 上午可能做300戶 下午做300戶 因為噴槍過熱造成噴槍炸火 然後有把民眾的牆壁燻黑的勤血 你的沒事最重要 國軍真的都很辛苦 噴槍使用的範圍廣泛 雖然機器過熱也會有堵塞的狀況 還好當下及時救援 民宅並沒有更多的損害 而噴藥人員大熱天杯的機器出入 屋主不忍責備 衛生單位和區公所 將會針對損失進行後續處理 三立學王少爺俊榮 台南